大家好 今天金的幸运草工作室已经来到第五集了 如果还没有跟上青脚步的朋友 请加快脚步 前面前几集有圣诞小物的教学 以及一个花朵的糖果盒 小型的 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一个 这是一个杯垫 加上留书它就很特别 很有它自己的风味 那可以拿来当杯垫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拿来当杯垫 那也可以当摆饰 就放着 然后放一颗橘子 大吉大利 过年摆放相当的美丽 又很有特色 那你也可以使用像今年是朱年 这个过年年味十足的花布 拿来制作也很有特色 你看就是这样正反面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熟风技巧不好 因为就是很简单 那你可以拿来单纯拿来当杯垫 可以拿来当杯垫 也可以单纯拿来当摆饰 都各有特色 那今天要使用的材料其实很简单 那个五块相同的布 五块十公分的布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纸形是十公分的 那大家可以很明白的看到十公分的布 要五块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块 然后呢 针 线 剪刀 线剪 还有这个是布剪 然后呢 需要珠针 我们到时候有需要珠针来做我们一个协助 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流书 流书呢 可以透过不同的颜色的变化 可以让我们的效果 让我们的那个杯垫有那个加分的动作 像这个粉红色的我就帮他特别放上的是红色的 那红色一样我是使用红色 那蓝色我就帮他配上了一个蓝色的流书 黄色就配黄色 那各有不同的特色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因为我今天的东西看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我还是偷了一个小小的工 因为我使用的是那个电韵豆稍微烫一下 烫一下会比较好做 今天偷了一个小小工 好 这是今天的材料 那除了一片不做任何动作之外 其他四片呢 全部都对折把它烫平 大家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到 我就是这样直接烫起来而已 很简单的就这样烫起来而已 所以呢 大家可以很明白的去看到它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 好 第一片呢 正面朝上 因为我们缝完之后翻过来 这个正面就会向着外面 那最漂亮的就是在这里 那表面是朝下的 表面朝那个里面 里面的布是朝下的 印花的布图案是朝上的 好 那这一颗流书呢 我们最好建议一早就开始放上去 因为它很重要 如果你一早就放上去的话 那个问题会小一点 那它的位置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边大概是一公分 因为我们缝分大概会在一公分的地方 所以这边是大概一公分的范围 这边也是一公分的范围 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可以弄得很完整 不用担心 那第一个呢 第一块布 好 我们就这样放上去 好 这个尖角很重要啊 不能偷 然后我们第一块是应该先放这里 放上去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尖角 尖尖的角 好 那第二块这样放上去 第二块放这样 就是整个完整的 平整的 第三块是这样放上去 就没有 就是很正常的那个编织叠法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条线不能跑 因为这条线一跑 等一下你在缝纫的时候 问题都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先用珠针帮忙 把它先固定 这边只要固定好 后续问题就会小一点 而且啊 因为线刚好在这里 这线如果一跑了 我们后续会很麻烦 好 那最后一片呢 最后一片三角形 我们要架上去 最后一片三角形是这样 放上来 但是呢 因为有压挑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做 把最后第一片拿上来做一压一挑的动作 好 有点看起来像风车 对不对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它像风车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那每一个尖角呢 我们都最好是做一个固定 在固定的同时把那个角角 调整齐 对齐它那个角边边 这样子的话完整度够 缝起来又漂亮 那大家都有看到 这尖角不能跑 这个如果跑掉的话呢 就调它一下 那个角角要把它调整 完成 这样子的话尖角就不会跑掉 好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镜头有做一个很仔细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 也可以从这里去做学习 透过学习 好 我现在已经把四个角都固定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拿针线喔 拿针线来做缝合动作喔 来 起针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呢 自己看着办 不要把这条 这个重点在那个地方 像亲不喜欢起针在角角 因为起针在角角的时候 很容易自己不小心拉扯到了 那第一针老样子喔 第一针下针了 对不对 上来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要做一个回的动作 有看到吗 这里 有回的动作 对不对 好 那第二针就这样子下咯 然后就这样子 缝 平针缝的给它缝过去 好 那先前我们也提到 缝得越平整呢 它的漂亮度越完整 哦 你只要平整就够了 针矩一样大小 就够了 好 那就是这样慢慢地把它缝过去喔 大家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沿着那个线 那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针现在先不能拆下来 珠针先不能拆 因为你一拆的话 它就跑掉了 所以你就慢慢地把它缝过去 好 这样子慢慢把它缝过去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也可以稍微做一个接架的动作 好 我可以把它抽掉了 我已经缝过那个角了 就很明白 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收掉 那你看 我现在这边 好 继续往后缝 继续往后缝 大家可以慢慢缝 也可以使用裁缝车 其实这个裁缝车很快 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呢 今天这个部分就请大家一起慢慢用手缝 也就是说你看完一部影片的时间 你就可以缝一个这个完成 所以它其实也没有很难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真正正去把它完成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真的有削到一点东西 好 你看我现在到了那个珠针的位置 我就要看着办来抽它 我可以抽掉它 没错 可是问题是我手要捏着 这个地方要捏着 不能放 因为你一放的话 有可能它就会松开 那你的整个针跑掉的时候 你等它缝完 那个布跑掉之后 你等它缝完的时候 它就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好 那就是这样子继续把它往后缝 90度角的缝 好 我现在已经缝两边了 要准备跑第三边 再跑第三边 你只要跟着这个边边缝 大家在缝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看着啦 因为经常常使用针 所以我大概的针 就是布边的距离 我其实是已经很习惯了 这大概是在0.5的位置 那各位如果不是很熟悉 这个空间的使用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拿尺 拿笔 就帮它做一个记号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条线画一条直线 你就沿着这个直线下去缝 你就不会跑掉 其实那是个技巧 那因为筋很长 这样直接拿了就缝 所以这个边边对我来讲 其实没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都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直接缝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客气 就把它缝起来就好 因为时间上的问题 加快一下脚步 那边缝其实还是要把布抓稳 抓稳才能够缝出漂亮的 如果你没抓稳的话 缝出来就会跑掉 那效果就会比较差 好你看我现在已经缝到最后一个阶段 缝完回头就是接到那个开始的地方 因为我从一开始 我不是从脚脚下针的 所以我还要再缝回去 一小段就会接到 你看这个位置在这里 那我要缝到那里 跟它就可以打结剪线 好我在加油中 大家可以这样子看着 很简单就可以完成了 好你看我现在已经缝到 我故意让它叠了一点点 那打结呢打结 压推拉 这都是很简单的那个打结的方式 那一样结束的时候 缝个一针两针的回针 那这样子可以预防我们的布料在 过程中会脱掉 好我缝完了很快对不对 我缝完了对不对很快 那我需要一个动作就是说 把这个脚脚这个不能剪 这条不能剪 这个地方的脚脚修一下 把它修掉 把它修掉 为什么要修掉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修掉 因为你修掉在翻的过程中 有看到我修了那些这些脚脚 脚脚脚脚脚 我说这个没有修 因为这个我怕一修等一下会断掉 所以那个然后再来是翻面 好翻面 沿着它翻面 好你看出那个露出来了对不对 翻面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它翻过来 好翻面 好大家可以仔细 来我有拿出我的小帮手 你可以用它也可以不用它 小帮手可以帮你帮助你 好你看我用小帮手 搓一下它 搓一下让它那个脚脚变立体 好搓一下脚脚变立体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好你看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大家是不是跟着我 如果有跟着我一起动作的人 真的就是这样子简单完成它 好今天我们的杯垫就完成了 有没有很快 杯垫就这么简单把它完成 那你喜欢那个它平整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电韵斗烫一下 因为电韵斗烫一下它就平整度就够 大家可以看得出这是电韵斗烫过的 这是没有烫的就是插在那个蓬蓬度而已 那你可以很简单的就做好它 做一个杯垫其实没有很难也很简单 你看就这样子完成了 完成了你的杯垫 那你可以真的是放一杯饮料 好是不是很有特色 你真的是说过年的时候就这样跟大家一起 可以享用下午茶 或者是说送给朋友当伴手礼 当个小礼物都很有特色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结束了 一个小小的杯垫很简单 那希望各位真的动手去做 然后跟君一起分享 你们制作的快乐和喜悦 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